大喇叭 嗨嗨旅行者好 我是大喇叭 猿神倒數一天就可玩到 大喇叭幫大家整理 分析了下目前原神版本 T0到T2的角色 抽到誰該投資資源培養呢 這遊戲 刷手抽麻煩有愛玩下去 也可以 首先按照角色元素區分 大家可以基本概念知道 誰是什麼元素 那我這邊按照看下來的說 火系雷系元素適合打傷害 冰系風系算輸出但偏輔助 水系元素輔助位 岩系主打破壞和功能 草系資訊少不大好說 那下面這張表就是我整理出來 推薦給各位的 好的 接下來稍微聊聊下 T0大樂們的角色 抽到後 同元素角色下優先栽培 迪盧克 外號如老爺 火屬性大劍破盾 出場就是巔峰的角色 有抽到的恭喜你 人生勝利組 溫蒂 在28號開服時推出 溫蒂定位在豐元素輔助 且在持續輸出能力 在原神角色內有最強的巨怪能力 在深淵或是任務上都很實用 一線隊伍內 琴 團長 輔助位 奶媽來說是T0等級奶量高 如果沒有抽中琴也可以用巴巴拉 冒險等級20等贈送 巴巴拉 奶能方便 A4下或是重擊技能都是奶 克琴 雷系的克琴很吃命之作 如果是0命落在T1隊伍內 34命的話就是T0隊伍 克琴技能都是高倍率的雷系AOE傷害 大招帶控制而且無敵 缺點就是平A輸出普普 元素反應上也很差 但他其實爭議頗大 我是推薦抽到就練 大家可以自行再去了解一下 T1隊伍我也挑熱門角色說 有抽到基本上都可練 香菱 平民戰神免費拿 沒有迪盧克就練 高攻速 0命打純物理傷害 還不會被屬性克制 鍋巴技能持續輸出傷害 號稱鍋巴發射器 雷則 現版本雷系元素主流C位 和香菱一樣 元素物理混傷 平A輸出加 但是對比克琴來說 技能泛用禁書 在深淵上可以感受到明顯的對比 這邊我也補充下我個人認為 各元素的角色排行 如果沒有抽中想要的角色 的旅行者也別灰心 遊戲內目前的平民戰神香菱 還有麗莎都是免費可拿的角色 都很值得練 最後也跟大家說一下 現階段遊戲內平民隊伍也可以全通關的 基本的遊戲體驗有 但克金玩家玩起來更舒服些 影片下方有個抽池模擬器 大家可以去試一下 機率就不多說啦 以上就是大喇叭 對元神部分角色的推薦分析 歡迎旅行者在影片下方留言討論 一起交流 我是大喇叭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 等殺人